联邦颱風警報才剛解除 昌宏颱風緊追在後 宜蘭大同鄉民 大早開始搶收西瓜 原本西瓜都是半夜採收 但擔心颱風帶來大雨 西瓜恐會泡爛 或被雨水沖走 不得已只好大白天開始採收 怕會被 如果雨量太大的話 會被流走 可以上車的 可以搶收的先搶收 就盡量減少農民的損失 受颱風預期心理影響 各地農民採收 菜價漲幅多 上市高麗菜 目前漲幅一顆 賣價約70塊以上 而大面積種植高麗菜的南山 四季部落族人 前幾天就已經採收完畢 送下山 避免颱風來了 再進行採收 恐怕損失更大 我們第一集的菜 已經採收完了 現在第二集 剛剛在動 颱風來 那裡是沒有什麼關係 只會是有 堵失旅的 跟那個颱風 帶大的話 要把這個農作物 全部都會臨時 漲幅颱風會不會直接騎台 還要觀察 但外圍環流 恐怕會為北區 帶來豐沛雨量 公路總局養工處 獨立商工部段長表示 因應昌宏颱風來期 台積甲線 已經做好防災準備 除了開口契約 重機去九號 將陸續進駐到點待命 入業後 也會失雨量狀況 進行預警性撤離 那在今天之前 我們會針對再建工程 那會完成那個 蒼蒙臺灣的防災 準備檢查 請廠商辦理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的 建工人員會一起辦理檢查 上了八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成立應變小組 那在一樣是明天 就是中午前十一點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 搶 開口契約的搶修機具 跟人力會進駐 農民開天吃飯 颱風來臨之前 只好先緊急採收農作物 更擔心道路一旦中斷 農作物無法送下山 損失傷害會更大 記者北京烏溜 宜蘭大同採訪報導